刘志杰和亚翰的百分大战非常精彩 两位少年相遇 他们有各自的打法各自的特点 最终刘志杰100比89战胜了亚翰 感觉刘志杰的三分更准 球性比亚翰要更好一些 对于这两位少年球员你更喜欢谁 冲到内线 一个勾手 志杰这边拔起来 这边没有掏掉 志杰这边看到了 而且这边反手就是一技 这边就是三分 志杰三分 然后这边扛住的上篮 打赢对手就看这三分能不能打开 但是体力有点跟不上了 刚刚这一球 亚翰这边 这边 真是让人防莫正防 亚翰虽然了解他的技术特点 但是很难晃到这边又是 再中三分 这边杀进去 对抗之后切球 直接打太强硬了 只需要两分就能进入我们中场休息时间 这边又是三分 好 这边拔起来三分 直接这边就是拔起来 一技中距离 直接这边拔起来 哦 先让一点停滞 直接又是干拔 太好了 这边只要一距离 这边只要一距离 来 亚翰这边 好 三分线 还能进行三位 这边三分 调整 后撤 这边又是干拔 好 好 而志杰 三分 北京的主场也是想起了给亚翰加了声音 当然我们 关上 来 这边亚翰 哦 来 现场也是想起了给亚翰加的声音 哎 志杰这边突进去 一个拉杆 这是什么方式 这是要勾手 哇 哇 亚翰这边也是缓开 这边对抗之后呢 志杰非常快 非常坚决 你来回手 这边压是三分 也是 哎 志杰这边三分 续伤 哎 志杰这边打破将军的办法是 而亚翰这边 而亚翰这边 哎 这边对抗之后 哦 撤回来 这球 哦 而这边志杰三分 哎 哎 这球 而亚翰这边坚决突破 这球 是还有 十二分 不是很着急 这边哎 被切掉了 哎 这边点子里来 又是 温身的假动作 这球啊 哎 志杰 我们裁判终于吹 哎 这边 快笑 顶住压力 压力 好的 分场比赛结束 志杰以100比88战胜了 没有 要恨